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兵该如何操作 我想我们一贯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原则 一定是先求稳再求胜 这是在股票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然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如果最近你看到有些的股票 哇大涨上来 你异常勇敢去做追加的话 结果很多股票反而又怎么样 又掉下来 比如说像四星KY 像东朔 像耀月 你看最近的一个跌幅都跌得 跌得非常的深 所以在这段的一个期间以来 为什么我们会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把资金 转进到一些低基期 去转基成长体材的一个个股身上 大雅我相信你见证到了 四季刚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尤达妹蒙古的尤达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那么既这些的股票大涨上来之后 那么接下来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渴望推引而出呢 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的一个行情 那这个行情我可以告诉大家 还是在做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今天是来到的一个第三十三天 就是创新高之后的一个这样 第三十三天这个交易日 也即将到了一个这样 变盘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 那么到底它会往上变 还是会往下变 那基本上 我认为说应该往上变的几率比较大 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在这一段的一个期间里面 市场风风雨雨不断 包括有法委兵风暴 包括美中的一个科技战再度的升级 还有中共的一个台海的一个军援 甚至川普 剑子中心传出要怎么样 要把中心列入的一个黑名单 在这一年转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打压之下 包括美股 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之前是零三天 道琼大跌的一个一千六百多点 反观台北股市最近却能够展现相对抗跌的韧性 台股跌反而自然 反而是稳稳的守在这个季线之上 这代表着什么含义 代表说后面必然还有一波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航金可期 并且你可以看到今天更为漂亮的是什么 今天全职股的一个台积电今天吻盘 台积电今天算蛮不错的 今天能够站上的一个十字线跟月线之上 那未来只要不再虎头蛇尾 那我相信台积电应该渴望逐步的一个这样 再往上冲一波 那为什么 虽然华为的一个事件 9月14号嘛 15号 就不能再供应给华为 但是到了下礼拜 这个的一个关键时刻 会不会就是台股的一个这样 比其太来再往上冲一波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些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么包括在区圈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低价转机体财股当道 你会发现包括这个太阳人也好 包括很多的低价的一个转机股 持续活蹦乱跳 合计涨停满加速达到了一个40加 大涨超过5%以上 达到的一个68加 显现市场人气跟多头的一个活种都还在 那么既然市场人气跟多头活种都还在 那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行情 就无需太过于担心或紧张 但是现在重点还是在各股 到底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现在仍然是持续可以留意 但是哪些的一个股票 你还是要小心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元气小子的元钢 随着股价大涨来到八字头 这个时候再去做追价 你觉得对吗 你觉得对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的持股 有些投资朋友 之前在低档 没有买 没有跟上我们脚步 大涨上来 来到七字头 来到八字头的时候 才想要去追价 结果去追到套牢的话 你看最近的一个杀下来 你怎么办 当然了 他业绩很好 没有问题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但是业绩好 你也要看你是在买在什么位置 不是说今天我业绩好 我就 不管他 我就很勇敢 我就去做追价 这是不对的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往往很多投资朋友没有办法赚到钱 往往很多人都是要等到这个股价大涨上来的时候才想要去追高 你可以看到这波大涨上来很多人才想要去追高 去追高的一个结果 高价也不懂能卖 结果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四天的一个时间就跌掉多少 跌掉了24块 一张24块10公斤就多少 10公斤就24万 24万 不是两万四万 是24万 包括的一个冲态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冲态算是比较好一点 毕竟他的一个成交量没有怎么样 没有暴增上来 但是原钢的一个成交量暴增上来 像这样的一个这样 剧烈的一个波动就会怎么样 政府就会比较大 但是冲态 因为他的一个成交量还没有暴增上来 那么应该还有一波机会 但是有一波机会 我不是叫你去追他 重点是 你要买的时间是在127 在低档的时候要跟上我们脚步 来到的一个376块 就算未来他在大涨上还在创新高 你放心我也不会带你去做追价 你要知道最好赚的 我们把它赚起来 所以为什么大师兄在提醒大家 目标达政要见好就算 你不要小看 这样的一个拉回也有多少 也有50块 一张也有50块 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原展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哇你看到大涨的时候 你才想要去追的话 你看这样一波跌下来 一张跌掉43.5块 10兆就多少 10兆就43.5万 这些都是钱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 很多你可以看到 四星KY也是一样 你看光是这样一个 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就跌到多少 就跌到300多块 301.5块 你真的很喜欢四星KY 你要等到什么 你要等到他量价的一个结构 完全都改善了 他量价的一个结构 整个的一个状态 都还没有改善 你这个时候你去追 你觉得对吗 当然跌升 我不排除他都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跌升反弹上来 到底是能够买 还是要反弹 要懂得站在卖方 我想这一点 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的一个股票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驱动IC的一个联融 也是一样 还有测评IC的一个利基 也是你看今天持续的 持续的一个下杀 甚至再到的一个 再到的USB概念股 的一个动作也是 你可以看到 哇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看最近的一个下杀 都速度都蛮快的 那还有光学镜头的 郁俊光也是 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在800块以上 我目标达成我带会员们 有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你可以看到 我完全避开这一波的一个下杀 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还不急 我还不急 他的一个结构面 改变了没有 还没有改变嘛 还没有改变 我们当然我们就是怎样 我们就以进之动 等到他改变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大师兄 自然会带你来进场 你不必担心嘛 机会来的时候 大师兄一定会带你来怎么样 一定会带你来做掌握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要约也是一样 你看涨多就是最大的风险 哇你看到涨的时候 你去追 结果今天普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急杀下来 甚至电源供应器的一个桥威也是 最近不是有很多人 哇昨天看到桥威大涨 带你去追桥威 结果怎么样 今天普通杀铁艇 以及怎么样 以及大雨也是 你看这些都是最近的一个强势股 但是今天反而这些的股票 今天都怎样 今天都是下杀 拉回来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股票 你怎么办 反观你可以看到 我们最近我们带会员朋友 我们把资金锁定到什么股票 比如说像十几岗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我们都是带会员朋友 锁定这类的一个这样 这类的好股票 在第一档这样一波的一个赚上来 而且他还没有结束 他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我不是叫你去追价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84块 成本 实际成本83 85 86 87 带会员朋友 这样一路赚上来 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加差 也有63.8% 也有63.8% 还有大地勇士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两趟里面的加差 也都达到多少 也都达到的一个43% 这些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有所操作的一个这样 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还有什么 还有八月份的广场资历也是一样 你看从低档买进一波大涨上来 高档高出低进再赚一档 然后现在拉回来 拉回来 能够买吗 为什么大师兄认为 这是一个非 又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机会 这个机会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 如果你不晓得做掌握的话 标股新年定那样的赶快加进来 大师兄无事跟你做分享 包括甚甚不行 这些都是我们在 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 还有面板的一个双虎的一个这样 双虎的一个有打也是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段的一个上涨 哇超过三成 你什么时候看到面板 短短一段的一个时间 哇能够飙涨上来 谁来带你做掌握 我相信大家都吃通明人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目前手上 仍然握有 一些不对的一个股票 不对的一个杂货电股 你套在高档上你怎么办 赶紧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帮你 很重要啊 一个转硬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那你可以透过9end或telecrate 直接私讯给大师兄 或直接打电话进来 把你手上的一个持股的一个状况 跟我们的一个业务的一个人员 说清楚 包括你在9end 你在私讯给我的时候 电话你都要留好啊 你不要说你只是留一个姓名 我怎么找你啊 你总是要把电话留下来 把你姓名电话 你持股的一个状态 到底是献股融资 那你把它写清楚 这个时候大师兄才有办法来帮你 那如果你有持股上的一个问题 你不晓得怎么做处理没关系 你赶快QR call 赶快什么一下 加入我们的一个 成为大师兄好朋友 大师兄来帮你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空手 或是持股遍地的投资朋友 那资金拥有大资金 500万或1000万的一个 大资金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这个时候到底有什么股票可以来做留意 那第一党首推当然就是台积电 为什么看好台积电 各位可能会想说 华为不是 未来华为还是不再交由台积电 不再租货 但是你要想想看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苹果 包括炒尾这些订单就塞爆了 而且还有NVIDIA 高通 这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订单 整个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展能 非常的一个火热 所以整个的一个台积电 它是国际的一个 这样金元代工的一个龙头 No.1的一哥 那No.1的一哥 它是在国际上 处于一个这样 独占寡占的一个事业 那独占寡占的一个事业 你想想看 未来的一个营运持续的成长无语 甚至外资预估到2025年 渴望美股上看到三个股本 那你想想看 属于一家寡占独占的一个事业 营运的一个这样 未来的营运的一个成长 持续大爆发 那么对于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 目前的股价 今天来到435 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我问大家 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那如果说 你资金比够大 那你喜欢操作台积电的投资朋友 因为有些这个投资朋友 他们喜欢操作台积电 那台积电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 你不要小看 有时候 一个波段涨上来 有时候的一个人 获利也很可观 像这种股票有价有量 又是怎样 可以稳稍胜算的一个股票 那这种股票到底要怎么操作 当然 你如果不晓得怎么操作 你来找大师兄 很重要 不要说 哇 吉拉你再去追 你看嘛 哇 当天吉拉你去追 你当然你去追 你会套在高点上嘛 所以为什么 我说你要来找我 因为该出手的时候 我带你来出手嘛 我带你来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好价钱嘛 你才能够怎么样 赚得更多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双红也是一样 如果你资金够大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别拿双红出来 因为这次双红有点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泰塑是怎样股价持续下杀 但是双红你可以看到他股价 能够力挺上来 能够力挺在季限之上 而且力挺在这个颈限支撑之上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泰塑他会杀 因为受到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这样 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 中美大战利空的一个冲击 包括5G的一个基地台 包括的一个大陆的手机 但是双红不一样啊 他拿下了一个NVIDIA跟AMD的一个这样 高阶的一个这样 高阶的一个散热的一个订单 包括一个商务的一个NV的一个这样 这个应用大量开始导入的一个VC 就是散热板 散热板这些的应用 这些利润都比较高 所以公司办也再次的 上丘全年的一个这样 以及第三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营运跟获利的目标 所以对一档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公司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仅限支撑手稳能不能够买 怎么样来做掌握 我想各位你都不必猜 如果你的一个资金够大 你拥有500万资金以上的投资朋友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调好股 买主流赚大钱的投资朋友 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帮你 或者你想说 老师我的一个资金 没有那么大没关系 大师兄还是会找一些 低价的一个转积的一个成长股 带大家来怎么样 来一起来赚 比如说我跟大家说的 这一档的一个泰山被动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我会特别选择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10年模拟建 他在低档 低档盘整了一个12年的时间 而且第二季美股EBS 创了将近50季的一个新高 同时拥有风电太阳能 以及科技厂这些的一个订单 由于绿人的利润较佳 云成长爆发力非常的一个强劲 10年模拟建低档放量 那么像这样又兼具的一个低 净值比股价的一个体材的股票 就是值得我们来做锁定 你可以看到最近这档的一个股票 泰山北斗的他的一个表现如何 昨天大涨上来 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 今天持续的一个文部的上升 这是哪一档 我相信不必猜 你想知道加入标股新天地的9-ender 群组就会知道 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大地勇士一样 你可以看到我把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都在盘中在特别 我就直接无事跟你做分享 我就告诉你大地勇士 大地勇士大地勇士 如果你懂得跟上我们脚步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档的股票 两档的一个价差就达到多少 达到43% 那这档的一个这样 这一档的一个泰山北斗也是一样 那么除了泰山北斗之外 包括这一档的一个这样 这个阿基塞 绝版二字头的一个低价的一个这样 这个转积的一个成长股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哦 这档阿基塞蛮蛮厉害的 为什么 面板股的一个友达为什么能够涨 因为面板需求跟涨价体材 市场需求大于公寄 市场需求非常火热 带动了一个这样 带动了一个报价的上涨 整个的一个面板的一个景气 可望望到明年 那么面板会望 喷工板要不要望 当然要望 那么这一档的阿基塞 它同时啊 掌握到这个偏板管的一个这样 景气的一个体材 包括它持有的一个这样 适扬的一个小心机 那这两个部分都渴望带动 它的一个营运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大成长 所以为什么在今天呢 它尾盘能够怎么样 做价拉上来 今天分红上来 你可以看到 这张的一个股票 大涨一波之后 震荡整理 后面还有一波 还有一波 那这一波怎么来掌握 你不晓得怎么做掌握的话 你来找我 大师兄来帮你 包括大涨宏图也是一样 那这些都是大师兄 这一路以来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都是在低档 低档 放量 主政团行情准备 刚刚发动的一个股票 就像之前的一个元气小值的元刚一样 你看人生只要掌握住一次机会 光是这样一趟的 大涨上来就多少 三倍啊 将近三倍啊 将近三倍啊 甚至嗨嗨零星嘛 你看这些都是在低档 那未来的一个空间都非常大 那大师兄就是帮你把这类的好股票 帮你把它挑选出来 不管过去你的操作如何 如果你过去的操作 不是很顺遂 你也不必去呢 只要你有心 你有想要把你过去 所失去的给加倍百倍奉还 赚回来的投资朋友 来 来 DQR Code 赶快撒描一下 赶快撒描一下 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大师兄用标股 来帮你写日记 或者你明天你就想要 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欢欣布局 开心赚钱的投资朋友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没有关系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取得联系 当有好的机会 好的股票的时候 大师兄也会 直接带你来进场 也欢迎各位 可以透过广告中的电话 跟我们做联络 02-23219933 控理2321 QQ333 让你谈啊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 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